Netflix官网新通知 由于Netflix家庭方案相当受欢迎 但共奖上确实也造成一些混乱 因此将实施共用账号分享给非同住者的额外收费 其在未来数周内将现在智利、哥斯达利加与秘鲁测试两项新功能 两项新功能分别是添加额外会员 也就是可在标准及高级会员加入最多两名不同居住地的子账号 约为2.99美金期 想要自己的个人资料、账号密码和个性化推荐 以及个人资料转移至新账户 基本、标准和高级会员可将共享账户的资料转移至新账户或子账号 并保有历史记录、我的列标和个性化建议 事实上Netflix曾在去年针对美国少部分用户进行测试验证机制 并要求用户验证他们与账户持有人同住 目的就是要限制用户滥用公用账号 并防止用户过度分享单一账户密码 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